老公 我们俩可以准备奔事的礼物 哈喽朋友们好 我是飞飞 然后明天呢 是我老公的生日 奔事的生日了 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我跟我儿子准备的 是 为麻烦老婆为耻 为男子主义为耻 你看没有 首先第一个礼物是这个 老公等一下来接收一下 一个好老公 一个好爸爸 这是我儿子准备的 这是我准备的 一个生日的长壮 他的长壮 啊 生日快乐 等你自己来猜呢 还是我给你猜 你猜就行 我给你猜 然后你来接收 当当当当 啊 接不进行 意不意外 啥 快点来 接收我的生日礼物 快点 这也是 这也是无纪刚做的 张生 这个礼物怎么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看我们的感情像钢铁一样坚固 张生生日快乐 爱你永远 没点实用 就行了吗 这多特别啊 儿子天啊 我在家里 多有这么大的假装 厉害吧 厉害吧 这个太牛了 既然我们的感情像 钢铁一样 一般坚固 赵先生 生日快乐 爱你 永远爱你 永远爱你 2021年 飞飞赞 好了 这今年 我给我们张先生 准备奔寺的生日礼物 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一直挂在我们家里面 放在一个地方 反正是一个纪念吧 一个比较特别的生日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 以关心老婆为荣 以务视老婆为耻 以伺候老婆为荣 以麻烦老婆为耻 以体贴为荣 以安心主义为耻 以赞美老婆为荣 以欺贫老婆为耻 以用裙砖衣为荣 以乱看美女为耻 以抢看家务为荣 以后夜 厄劳为耻 以家庭第一为荣 以整天鬼混为耻 以暗示为家为荣 以彻宴不归为耻 特发此证 以此鼓励 也祝你们的爱情 像钢铁一般的坚固 好了 我们视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要点赞加关注 Bye Bye 好